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宪问篇》第十六章 子鹿曰 还公杀公子九 少乎死之 管仲不死 曰为人乎 子曰 还公九和诸侯 不以兵居管仲之地也 如其人如其人 子鹿说 齐桓公杀了公子九 少乎 为主人死呢 管仲却不死 有人说管仲不仁啊 夫子说 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门 而不必屏障战车武力 这可都是管仲的力量啊 这就是他的人啊 这就是他的人啊 这一章有意思 讨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齐桑公无道 被杀身亡 整个齐国陷入混乱状态 后来齐公子小白 得胜 即位为齐桓公 齐桓公杀他的哥哥 公子九 管仲少乎都是公子九的家臣 公子九死了少乎为主死难 而管仲不死 管仲被下到牢狱之中成为囚犯 后来得到暴熟牙的推荐 反而帮助了敌对者 公子小白 也就是齐桓公 而且成为齐桓公的宰相 让齐桓公有机会称霸天下 管仲之行 违背了当时的世俗的一般的理 所以指路这么问 说管仲没有畏君死难 是不是不仁呢 福祉请告诉他 仁义有大有小 畏君死难 这是小仁小义 为国族 为天下 能求其太平 使老百姓能过好日子 这是大仁大义 很重要的 是齐桓公九和诸侯 被兵居 管仲之利 如其人如其人 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 不必屏随 不必屏障的战车武力 这是管仲的力量 是尊王让仪 所以 让华夏文明能够真正的继续延续下来 这就是如其人 这就是管仲他的人 管仲他的人 是云无暴俗 走无管仲 暴俗跟管仲 是非常好的朋友 暴俗呀 何等眼光 何等见识 何等胸襟 暴俗帮助公子小白 而当时的管仲是帮助了公子就 做公子就加成 公子就使了 管仲被下到牢狱之中 而暴俗救了他 暴俗还推荐给齐桓公 让他当上宰相 这是何等见识 何等胸襟 暴俗跟管仲 两人做个比较 论才能 论见识 管仲胜之 但论人贫 暴俗 窘乎其上 使无暴俗 则无管仲 管暴之交 暴官之交 大家为什么那么称赞暴俗 是因为暴俗 有见识 有人品 而且真正有胸襟 了不得 齐桓公如果没有得到管仲 不可能成为 不可能成为 祖侯之霸主 所以管仲是很有见识 很有财气 能够看到大局 但管仲毕竟平民出身 这个人 夫子批评他小气 起起小赞 一个很有见识的人 很有才能的人 却被夫子批评 起起小赞 所以人的气局 跟出身有关系 跟业力习气 有关系 这个也可以分开论 所以夫子论人的时候 知人论是论得很准的 而子禄因为限制于 那个年代的 一般世俗的 所谓做家臣的 要卫军死难 但夫子认为 这不是这样的 真正要为一个整个国家民族 为天下百姓来思考的 好 我们再把这一章再读一遍 读的时候仔细反思一下 第十六章 子禄曰 桓公杀公子九 少乎死之 管仲不死 曰 为人乎 子曰桓公九和诸侯 不以兵居管仲之地也 如其人 如其人 现文第十六章 主流外 桓公杀公子九 交付数字 管仲不输 我未人乎 主外 桓公九和 主要不以兵居管仲之地也 如其人 如其人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